话说,我们的男主肯尼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帅小伙 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肯尼寂寞难耐 他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 坐在电脑前细细浏览着善而不已的网站 并寝不自禁地对着电脑做了些隐私的事 完事后,肯尼走出去洗洗手 回到房间后,突然收到一封匿名邮件 打开一看,顿时傻眼了 邮件内容正是自己刚才所做的种种丑态 他这才意识到电脑被黑客攻击了 赶紧挡住摄像头,但已无力回天 接着,黑客又发了一封邮件 威胁肯尼索要他的手机号码 否则就将视频发给所有认识他的人 肯尼被吓得魂不守舍 只好把手机号码发了过去 紧接着,肯尼的手机就收到黑客发来的短信 要求他打开手机定位 电量充满,肯尼照办了 第二天早上,刚上班的肯尼又收到黑客的短信 命令他马上去一个指定的地点 无奈的肯尼只好向老板谎称身体不适请了个假 然后骑着单车飞驰而去 好不容易到达了地点 却看到一个黑人小哥 把一个白色纸盒递给了他 短暂交流后才得知 黑人小哥也是被黑客胁迫来完成任务的 不一会儿,黑客又发来短信 要求肯尼将纸盒送到某个酒店的某个房间 肯尼继续照办 在前往酒店的公交车上 肯尼好奇地打开纸盒看了一眼 发现只是个蛋糕而已 内心这才平静了一些 肯尼来到酒店 可房间内的中年大叔却拒绝接收 肯尼发短信告知黑客 黑客指示 让肯尼说是某个女孩送的 大叔一听 神色慌张 赶紧让肯尼进屋说话 两人一聊 才知道原来大叔同样也是受黑客胁迫的人 接着黑客命令两人前往指定的地点 在车上 大叔坦言 自己因为在网上和女网友互换了不雅照 才被黑客胁迫 怪不得刚才肯尼说是那个女孩送的蛋糕 大叔那么的紧张 不一会儿 两人到达了指定地点 这时黑客要求他们打开纸盒 掏空蛋糕 结果发现里面竟藏着一把手枪 墨镜还有帽子 两人有些心神不宁 这时黑客下命令 要求两人去抢劫前面不远处的银行 肯尼觉得自己的那点隐私 不至于去抢劫银行 可有嘴滑舌的大叔 却在旁边拼命地误导肯尼 说抢银行是很简单的事 只要戴上墨镜和帽子 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大叔在把肯尼隐私泄露后 被亲人朋友嘲讽的画面描绘得天花乱坠 肯尼这才决定去抢银行 大叔则负责开车接应 肯尼怀着忐忑的心进入银行抢劫 在吓坏工作人员的同时 也把自己给吓尿了 拿到钱后 两人继续按照指示来到指定地点 并收到了最终指示 大叔负责销毁车辆 肯尼负责把钱带进了树林里 来到树林后 肯尼发现有一名高个在等着他 显然高个也是被黑客胁迫到这里的 黑客命令高个启动安游摄像头的无人机 一便观察他俩 接着命令两人生死搏斗 最后活下来的那个人钱就归他 这下肯尼彻底崩溃了 他再也不愿任人摆布 于是掏出手枪准备自杀 可没想到的是 墙里根本没有子弹 肯尼再次陷入了绝望 高个健壮立马猛扑过来 两人扭打在了一起 当天晚上 忙了一天的大叔也终于回到了家 刚进屋 黑客就发给了他一张邪恶的笑脸 大叔顿感不妙 果然他的妻子正坐在电脑前哭泣 大叔知道 黑客将他的丑事泄露出去了 与此同时 所有受到胁迫的人 也都收到了一张邪恶的笑脸 黑客最终还是将所有人的隐私泄露出去 而我们的男主肯尼尽管侥幸打赢高个活了下来 可迎接他的是更加恐怖的噩梦 这时他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 电话那头充斥着哭泣和责备声 肯尼知道自己彻底弯弯了 更糟糕的是 在看完那张邪恶的笑脸后 回过神来就被警察抓捕 电影到此结束 面对胁迫 我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选择服从 但是这样一来 胁迫就会逐渐升级 面对这样的情况是顶住压力不管他呢 还是顺从于胁迫者 你怎么选